管理最近台灣民眾黨 面臨了很多的一個風波跟批評的指教 哦 啊 說實在的 我跟主席也有報告了 跟柯文哲的主席也有報告 哦 不要再同分層繼續取暖 哦 這樣我們也沒辦法 不要再透過什麼我們的什麼 只有我們的頻道啊 讓人來看 那個我覺得看的人太少了 人家要的是什麼 接受別人對我們的指教 怎麼辦 很簡單 妙口開講 當中邀請佩世對我們有疑問的人 去到面臨說 不要在今天去人家的門口 外面這樣 土家一樣噴到整個 你們也拜託 什麼時代啊 這種人還外呢 哦 我們有什麼問題 直接上台講 哦 我們的當中跟你解說 柯文哲本人也會告他 跟我們的鄉親父老說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缺乏的 不是在解說 這些民嘴聽啦 你敢讓這些民嘴聽都沒有效啦 你聽到嗎 你還給他講 還給他跪下 還給他拜託 還給他講實話 他也說你說嘲笑啦 這個我們不需要再解釋 解釋 需要給誰 給百姓 背誓 雖然我們的廟口開槓 雖然你對我們做有意見 也要邀請你來 來現場說 哦 如果說一個人 你不會說啊 跟你說不對 要跟你合作什麼 賣 將心比心說話就好 你對我們哪裡有喜聞 我們一條一條說給你聽 這個就是面對 再來 這個對我們2026 是有很大的幫助 我相信有各地要選里長 議員 市長的這些候選人 這個時間也是給你們表現的機會 哦 讓你叫人來聽看看 欸 我們目前 哦 不用給一個一個解釋 我們是希望給你們幾天幾天 讓你們這些集資者 對我們民眾黨 選的信心 哦 我相信啦 這次的紅坡 雖然很大的危機 也是我們很大的 給我們改變的一個機會啦 危機就是一個轉機啦 哦 這個轉鏈很重要 但是我還是要相信 哦 柯文哲 不會有貪污的一個問題啦 最重要 要讓別人了解 不是讓那些民主了解啦 那些民主不可能相信你啦 哦 那嘛 拜託 我們這些鄉親胡樂 我們在下個禮拜 後禮拜 我們就會正式啟動 我們的廟口開獎 會歡迎我們這些鄉親胡樂 共同來參加 給你的聲音 給你對我們台灣民眾黨的期待 你跟我們說 柯文哲會聽下去 不對的地方 我們可以 細心來接受 也一定會來改變 因為 會改變的政黨 存不幾個啊 只剩我們台灣民眾黨 願意來改變 也希望 鄉親胡樂 讓我們再一次機會 讓我們來改變 我們這個台灣 天下一個人的空間